高科技自觉,自然高科技用来监察自己人民做到足, 跟着有些人讲法当你自己本身无足够创造力 去赶上科技列车时, 过去十几年偷偷拐骗,有所谓这样讲, 这讲法造成近几年西方开始对所谓强迫转移技术这些更关注, 甚至连光刻片这些技术都不想用任何形式被中国买到, 这是事实,这次特殊在于那四个人有名, 有三个有照片,清清楚是甚麽人, 基本上应该知道他们的背景, 应该指控相当实在,这是第一点, 第二现在不仅是一个国家发出警告, 现在是十几个国家一起发出警告, 一起发出这些谴责, 问题你都很难一句说, 美国老好搞事,不可以这样讲, 你不可以当其他国家傻, 美国老说叫他怎名就怎名, 我相信这次所谓黑客的攻击 造成影响,产生什麽目的, 应该已经有份谴责那十几个国家, 基本上已有共识,有清楚证据在手才会这样讲, 再加上有几个人的名字, 怎样怎样,很清楚很实在, 所以现在你见到北京所作出的反应, 相对比较软弱,这是第一点, 我相信这个软弱反应在反映, 为何不想这件事再炒作下去, 偷吃转身走人算数, 现在可能会是这样, 但问题我觉得长远影响, 第一,副国务卿去到北京, 会不会讲到这个问题,第二就是会令到西方各国, 对于一些中国公民,中国人, 申请去欧洲去美国的签证会收得更紧, 对于一些尖端科技,研究院那些, 或者以做某些project为名, 拿签证去那些,我相信加紧防范, 去到加紧监察, 我相信会造成结果有更多人, 甚至更多院校的毕业生, 要出国深措的机会受到进一步损害, 这很可能会发生,我相信, 因为这次的指控都很严厉, 内容都很严重, 事实上都相当之实在, 这才是最大问题。 其实整体来讲, 某种程度上的脱钩已经开始了, 就算我相信始终中国市场那麽大, 以及过去二十年很多东西融合在一起, 全面脱钩大家都不想, 亦全面脱钩需要时间, 我相信不想全面脱钩, 亦都不会全面脱钩, 但局部脱钩在一些新的发展领域裡面, 去排除中国的参与首先, 我这可能性就相当之大, 中国可以继续将别人, 因为它现在本身有一个自己的体系, 它可以将别人的概念, 以至一些发展照抄过大陆, 我相信这个问题不大, 技术上都做到,有这个基础, 也都有人应该, 但如果在一些新的发展领域, 是直接有个防火墙不让你进入的话, 这个就会成为一个平衡体系, 中国会自己真是内循环了这次, 自己内循环了, 这个可能性就会对中国长远追上来, 产生很大影响, 因为事实上在某些技术层次很明显看到北京在中国未到, 简单到高铁那样, 高铁核心技术大部份都来自德国, 大家都知, 所以其实互联网技术主要技术基础是来自美国, 不过北京大陆它自己整个体系, 你有WhatsApp我就有WhatsApp, 但一离开了中国国土, 用WhatsApp主要都是中国海外学生, 乔民而已, 而一些你可能较为成功的, 譬如TikTok那些, 亦都已经被国政府以欧洲盯住了, 以后他们拓展空间的自由度, 是肯定会受到限制, 这次这四个被点名, 这次黑客攻击事件被十几个加点名, 会令到这个过程加快。 很滑稽, 你会讲回国际城市, 保护香港成为国际金融工心无变度, 但现在香港这个起底条例所作出的刑罚, 是全世界最严的, 第一级都两年十万, 第二级五年一百万, 这是十分严厉, 而且我都觉得香港现在 不是很严重的侵犯私隐问题, 我们有足够的条例, 有私隐专员处理一些现在的侵犯私隐事件, 大小机构,政府机构,公务机构, 全部都是私隐指引, 基本上很多都有了, 这时候你用这条条例, 实际上摆明是政治打压, 即是不让人查高官, 查富豪, 查那些从事收入利益的人, 但作为一金融工心, 你不可用私隐去掩藏你很多不同经济行为, 因为这些经济是損害别人, 所以其实真的背道而驰, 我担心这种做法只会令香港更快, 会被西方国家脱钩, 如果连香港都被脱钩, 受损害的肯定不是香港, 肯定大陆都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因为大陆的很多直接开的投资, 其实都是从香港这个门户去取得的, 过往的。 90年代的时间, 就是在临立会的时期就废除了, 但是不是说我们以前没有的, 在殖民时期是有这些相关的罪行, 但是为什么, 问回过去的二三十年, 我们香港逐渐走向一个开放社会的发展的时间, 我们会将这些类型的法律去废除呢? 是因的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制度建立了一个互信的机制, 所以因此就是, 为什么我会认为在那个立法的理居上, 我有相确呢? 是因为我认为那个是对于, 可能大家对于长期管治, 如何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角度不一。 对于长远的管治而言, 我不认为防民之口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的确是甚于防穿的, 历史的教训带给我们的就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 用我们千方八计的防民之口都好, 其实网上的虚假资讯并不是单纯留在网上, 在生活的世界里面, 其实大家一两句说话就已经是互相猜忌, 因此的就是, 我不认为在一个立场上, 就着所谓虚假资讯去压抑, 去防民于口, 对于管治来说, 长远而言, 是一个对于所有人有利的方向。 好了, 但是你说这几年, 特别是三五年来说, 有没有这样的需要, 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 是因我们一个所谓开放的社会, 不过前提的是, 我认为焦点只有一样, 就是基于事实陈述, 去作为这一个所谓虚假资讯的讨论, 但是如果要去到立法, 关键是由政府确实, 什麽为之真, 什麽为之假的话, 难道我们回到20年前, 由你去确实, 究竟江泽民是否已经死了? 首先我想回应一下, 郑同泰议员刚才这个发言, 因为我担忆他的发言, 是有市民会被误导, 首先我们现在现行的法例下, 是针对一些假新闻的认识条例, 首先必须要有一些刻意的假新闻, 和有一个邪恶的目的, 例如煽动仇恨, 或者危害国家安全, 或者其他的认识的目的, 和刚才郑同泰议员所说的一些, 防民之口, 或者立场不同的发言, 是不能运为一谈的, 所以我必须和市民说出, 不要被误导, 第二样, 郑同泰议员到最后的发言, 亦都说, 政府说你是假新闻, 就是假新闻了, 这样, 我们都必须澄清, 如果有检控的话, 必须由法庭去裁决这些, 是否假新闻, 不是说政府说了算的, 如果有市民因为这样听了, 以为政府会濫权的话, 这个亦都要支出的。